有美國一個非營利公益組織 主辦的國際機器人大賽 日前在杜拜登場 有來自一百九十個國家 超過一千五百名高中生組隊參加 而這個比賽的理念 他非常特別 就是要透過機器人比賽 去推廣環保意識 今年比賽的主題就是清潔海洋 拿著遙控器操縱機器人 快速把球推到紅色跟藍色區域 第三屆國際機器人大賽 日前在杜拜登場 有來自一百九十個國家 超過一千五百名高中生組隊參加 有美國的非營利公益組織 FIRST GLOBAL 主辦的國際機器人大賽 目標是透過機器人比賽 推廣環境保護意識 今年的主題是清潔海洋 主辦單位發給每支隊伍 相同的機器人零件 讓學生自己設計組裝 並隨機選擇三支國家參賽隊伍 組成跨國聯盟 和另一個聯盟互相對戰 在設計成海洋的競賽場地中 移動橘色的球 這些球代表人類活動造成的污染物 把球移動到指定的三個區域 來獲得分數 累積得分最高的隊伍勝出 而這三個區域分別代表了回收循環 再利用減少海洋垃圾的理念 經過連續三天的比賽 最後拿下冠軍的聯盟隊伍 包括了來自黎巴嫩的五個敘利亞難民學生 他們參加比賽的目的 就是希望鼓勵所有敘利亞難民 不管處境多麼困難 都不要放棄希望 因此隊伍就取名為希望 主辦單位表示 除了提倡環保意識 培育未來AI人才 比賽的另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能提供一個機會 讓青少年們突破語言隔閡 共同解決全球問題 記者王子欽報導